前几天在抖音啊 竟然刷到了我去东北的时候呢 超爱吃的水果 像这种光溜溜的啊 长得像大枣一样的呢 其实它是一个猕猴桃 像这个啊 在山上采摘的时候啊 是很少有的呢 所以吃到它就跟吃到饱一样 它可以连皮带肉的一起吃 虽然里面像猕猴桃啊 但是比猕猴桃的味道要更加清甜一些 你要把它放进嘴巴里的话啊 一米就成果汁了 全部化掉了 来看看它的这个维C含量 这个真的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一定要给家人尝尝鲜 这个东西刚拿到手的时候啊 没想到它是一个洗碗擦 它是这种薄薄的一片啊 只要给它加点水 就会来一个大变身 这个过程看着就很解压 关键是它擦这种油乎乎的盘子 效果简直不要太好了 而且还是这种不挂油的 水一冲就会很干净 看 要是配上洗洁精用的话 只需要加一点点就可以打出丰富的泡沫 哎 我发现拿它洗澡也很舒服啊 又到了穿小白鞋的季节了啊 像擦鞋膏的话呢 你就不用买太贵的 用这种普通的就可以了 你别看它便宜啊 但它的效果呢 真的就不像是这个价格的东西 它这个里面是有椰油成分的 而且还是可以护鞋的 所以我们去擦的时候呢 也不担心啊 会伤害这个鞋子的表面 而且还是免水洗的啊 你拿它来去擦这种皮具和包包